各位朋友们,昨天上午警察又来我家了,我又被有关部门请喝茶了 因为我人在国内嘛,所以经常有一些小粉红举报咱们频道 被有关部门请喝茶也是习以为常 与此同时呢,有些在海外的朋友也经常问我 为什么你人在国内却能翻墙出来做节目 而且经常被请喝茶却安然无恙呢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那么好吧,今天我就告诉大家这一切的真相 其实,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的1450,没想到吧 开玩笑的,我倒是非常想要台湾护照呢 但是哪那么容易呀 咱已经一把年纪了,也没有台湾的小姑娘能够看得上我 想换台湾护照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刚才那本台湾护照是我管台湾朋友进来 专门拍张照片玩一玩的 大家别当真,我是货真价实的中国人啊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正式话题 昨天上午大概十点半 我刚吃完早饭,警察觉得敲门了 打开门一看,来了四五名警察 人家警察也是开门见山 我们是厦门市公安局的,有人举报你,在境外网站发表不良言论 上级下来协差通报了,我们来调查一下,也请您配合 没问题呀,进来吧,随便坐吧 警察说了,我可以看一下您的手机和电脑吗 没有问题,随便看 警察看了看我在YouTube上面发表的内容 看了看我的电报,看了看我的微信 确实没什么事情,我没有发表什么反动言论嘛 纯粹就是那些小粉红恶意举报而已 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警察说了 根据我们的办案流程,您还需要跟我们一起到警局 录一份笔录,您看可以吗 没问题,那就走吧 下了楼以后,有一位警察说了 哎呀,我刚才把包忘在上面了 啊,没事,给您钥匙,您自己上去拿 敞凉一点嘛,从警察一进门,我就知道了 哦,又是小粉红举报,无所谓的事情 我心里边根本一点都不慌 说到这里啊,有一个值得一聊的话题 大家平时在网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影片 就比如警察的敲门浪 二话不说,拿起手机里开始录像 你们要干什么 请一个个的出示你们的警官证 你们来我家调查,有上级部门下发的搜查令吗 如果没有的话,我有权利不给你们开门 什么,你们还想看我的手机 根据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 想查看公民手机,必须有市级以上的官局下发的批复才可以 你们有相关通知批复吗 先拿了我卡跟他再说 像是一种影片,在网上流传的非常多 大家看的时候感觉非常过瘾,非常给力 但我觉得,有必要搞成这样吗 这是干嘛呢,剑拔弩张的 咱们退一半步来讲 如果你真的有事 即使你家里面摆满了相关的法律书籍 你全都倒背如流 也根本就救不了你 相反的,如果你没事的话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 早点把问题搞清楚 早点解决问题 对你个人也有好处 所以有必要这样吗 当然了,有些朋友要说了 你就是不懂法律 根据法律规定 公民有权利要求警察这样做 是,我知道是有这个权利 但是还是那句话 你跟我讲的是法律 我跟你讲的是如何生存下去 坐着警察的车 到了公安局以后 那是一种什么场面 老虎凳,辣椒粉 根本不存在这些 进了官聚以后 被请到了所长的办公室 所长亲自泡茶 并且还拿了很多茶点给我吃 非常的客气 接下来就是和所长聊聊天 所聊的内容 也都是像咱们普通朋友之间所聊的一样 非常轻松愉快 相谈甚欢 没有什么压力 到时间了 所长一看表 该吃中午饭了 我们这个食堂也没有什么好吃的 要不咱下去 楼下有一家 杀蟹有吃 咱们随便吃点什么 人家真不是跟你讲客气 你饿的话真可以一起去吃 只不过我不饿 就婉言谢绝了 所长说 那好吧 你和我们的小同志录个笔录 就可以回家了 就去和小同志录个笔录 签个字 按个手印 直接回家了 什么事情没有 说真的 整个过程 我一点都不慌 也不紧张 因为咱们是生活在阳光之下的人 咱们内心是光明的 我爱等爱国人尽皆知 何惧之有啊 与此相反 倒是那些小粉红们 真正是生活在阴暗潮湿环境下的一群区域啊 他们把我们国家的公安部门想象成什么样子了 是不是觉得只要他一举报 公安就会把我捉去痛打一顿啊 不可能的事情 我爱等爱国 什么事没有 相反倒是他们 他们没事就去瞎举报 报假警 如果在国内的话 真正倒霉的是他们 等着瞧吧 接下来再聊一聊 关于VPN还有翻墙这方面的问题 前两天 我刚在小号频道上传了一期节目 我想和VPN厂商合作 帮他们推广一下 赚点广告费 关于这方面 老大哥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回复 现在他们对于使用 VPN翻墙这种行为 处于一种民不举 关不举的状态 如果有人举报你了 那么 你使用VPN会被请喝茶 就像我刚才一样 你销售贩卖VPN 最低会把你拘留 你研发搭建 VPN绝对要把你判刑 我也问了 我只不过想帮他们推广一下 赚点广告费 又如何算呢 人家给出的回复是 获利即违法 以上都是支持信息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反正 否则言之 无论是警察上门了也好 或者是打电话 把你交去警局请喝茶也好 我认为和警察之间沟通 也要保持 也要遵循人和人之间沟通的基本原则 那就是要互相尊重 你和警察之间没有什么个人意愿 人家也是接到了上级命令 来调查一下例行公事而已 所以不要故意的去把这个局势升级 搞得像敌我矛盾一样 积极配合 早点调查清楚 可以节约对方的工作时间 也可以提升你自己的时间 没必要搞成那个样子 当然了 我以上所说的一切信息 都只不过适用于厦门这所城市而已 如果是在其他一些北方城市 或者是穷乡僻长的地方 会是一种什么局面 我不敢保证 因为我也不止一份说过 厦门是文明城市 文明二字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 无论是平常和老百姓的沟通 或者是你开车上路 或者是有关政府部门办事 都能体现出文明二字 举例子吧 就比如在北方 你见过几次车让人 但是在这边不一样 车绝对 而且必须要让人 在北方去政府机构办事 总讲究 你得在政府有人才好办事 但是在这边不存在这种情况 不需要你有人 你去政府机构办事都是照章办事 不存在故意刁难你 这一类情况 而且政府机构办事 人家都是非常客气 非常礼貌的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不信的话可以来厦门看看 总有人觉得 我之所以翻墙错节目 能够平安无事 是因为我背后有什么靠山 我以前是捡破烂的 我有个屁靠山 这一切都是因为 我生活在一座文明城市 谢谢大家 鸡饭锡高端秋季浩子福 经典后回篮 轻松掌握 匠心铁窗 阿瓦大空 条文设计 一网无前 束缚性力量 激活伏法 忏悔本真 稀湿透气 泪水 汗水 勤勇努力 沉稳贴口 驾驭不同场合 身材管理 应酬宴请 商务社交 兼约 而不简单 可遇 又渴求 无论有期 还是无期 一种款式 陪你到老 改造不好 我就不出来了 鸡饭锡 狼人的衣柜 郑重承诺 本品不含有任何自由成分 远离犯罪 珍惜自由